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星期的動漫廢物 大家好,我是DK SUNNY,HELLO 我們三個,正如剛才余記說的,又是機人犯 這次沒有幼幼 這部機人也是幼幼來的 然後女忍者那個賢者就是幼幼 OK,可以 這次來講的作品就是《奇異言半黑色天使》 這個作品好像是去年的時候在Disney Plus播放 每個星期一集 直到聖誕節前後,我們以為它已經完究了 結果原來它是第二季的 我想問有沒有人懂得讀它的英文名字? 沒有 Sindulity Laurie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懂 SYN我不會發音 線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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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看看有沒有聽眾指教 聽眾,如果你有辦法在Chapung教了我讀的話,你會很厲害 打字帶教了我讀 是的 好了,那還是先講一下我 簡介一下故事 等等,我先找一些資料 先錄一些東西 故事就是 2099年 地球就有一些 來歷不明的劇毒宣語 引發了一場洪水 令到地球的人口減少了92% 這一場的災難 就叫做 新月之旅 大家記住這個名字 純粹是記住的 沒什麼重要的 然後 令到人 被迫要去到一個 用高等AI的地下 的地方去生活 即是Fall Out 可以這麼說 總之就是他們說 去到這個 現在的故事線就是 202242年 就說這個地球的人類 就需要去收集一些叫做A0的結晶 去支持他的生活 支持他的部落 總之就是他們要拿些水晶去收集水晶 做一些未拍過拖的 更加燦毒癢 A0到結晶 沒錯 做他練成人主 他們就要拿著一部機械人 叫做靈救 要跟這些地面的怪物 叫做終結者去戰鬥 因為終結者是隨時隨地去打勾人 不知為什麼 總之就是 那些人就要去收集A0 還有就是要跟怪獸直抽 基本上還有一個靈救 必須要是一個人類 加一個叫做 賢者 賢者 賢士 賢士 你當他是仿生人 其實他不是人類 人造人 才能駕駛到那部靈救的機械人去戰鬥 阿樂對這隊有很多疑問 其實我一開始看奇異原本 我是以為那些妖怪獸標的Fan 以為是不是那些很可愛的 一夜斷練去取勝 QQ的精靈動脈 現在的女人都很QQ 還有一集純粹是Fan Service 去游泳 全部都是泳裝 然後又有那些 涵濕激 那你做一集貴番 沒有一個泳裝 沒有一個溫泉會 誰可以去 對阿 他原來是後宮馬 發現 看看 我覺得 因為我看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錯過了還是怎樣 我經常覺得他的故事背景 在我的角度 他交道得不太清楚 還有他那個舞台 不是很融入故事 因為他一開始就說 那些人不可以淋雨 那我就看 就說 挺有趣的 為什麼不可以淋雨 應該等到他之後 可能會解釋 但是他一路都沒有解釋 他的設定就這樣設定在這裡 那不是第一季嗎 第二季說不可以嗎 我都可以 但現在份量去到第一季 但是你只會說第一季未說到 我覺得他不是不清晰嗎 我覺得 還有 怎麼說呢 因為阿樂其實在我們自己的Discord 談的時候 阿樂就有很多問題出來 而 我自己對 我有點意外的 其實阿樂是不是比較少看機器 走回 我不是說 完全不明白 我是想他表達得好一點 再清楚一點 因為我覺得如果他把這些元素拿捏得好一點的時候 那你作為一個觀眾是更容易求入這個世界 那我就覺得 在我 我是完全 怎樣說 看完之後 我覺得很單薄 所以就 覺得他可能 我不知道第二季是怎樣 他如果發揮好一點的話 是會好很多 因為很老實 我自己看這套東西 我看了幾回之後 我開始就覺得 其實這套東西 他不是不好看 但我覺得他有多少 馮合秀的影子 你怎麼踢一下 譬如機械人 我們剛才開咪前都說過 他有些像英大戰的光母 或者我自己想起裝入騎兵 然後 其實那些角色的造型 他不是不漂亮的 但總是每個人都似曾相識 即是女主角 動畫的女主角 駱華 我覺得他多了一點 在其他動畫上 好像見過這類的東西 即是你就這樣拉到 離宇就這樣看 你跟我說那個是寧波麗 我相信 駱華 駱華 你跟我說那個是寧波麗 我相信 然後你再看一點 他那個灰白色的頭髮 好像不知在哪裡見過 然後他現在旁邊的粉紅色 孖邊的女兒 我又是不知在哪裡見過 我覺得很近想起的 是學完密事錄 他有個 林豬哥有個同學 也是粉紅色的頭髮孖邊 但是 我記得 刺那個不是他 整體就是 有一些記事感的角色 然後 譬如他講了什麼 什麼生月之類 你剛才剛才說 他是什麼實際是什麼不重要的 因為你生月之類也好 那些什麼血色情人節 什麼血色聖誕節 全部是一交七樣的 總之就是在某一天發生了一些事 給他救救的名字 其實從來都不太重要 然後 我剛才也說過 他每個人都要住在那些 他們叫我巢穴 其實就是for all the shelter 其實他有很多元素 抽點抽點抽點 逢逢合合 就是這套東西的感覺 還有那些角色 又是很 樣版的性格 就是那些 現在第三條女 左邊數戲 左邊數戲第三條女 又是青梅竹馬 很喜歡你 但是又不說 就是 很多很多作品都見過那些類似性格 沒有一個很突出的角色 看完12集就覺得 如果看完12集的話 角色來說 我覺得夏爾是相對寫得比較好 我也是的 他有些 糾結 身份上的衝突 是比較好一點 但其他我覺得很 很普通的 大家都一定會見過的角色性格 夏爾我也是想起 Marcos F的雪露 那類型的角色 他也是 所以我為什麼說 我看完幾集之後 覺得有點奉合秀 那樣的感覺 那 簡單簡單地說一下 一些 我覺得重要的人物 現在畫面的左手邊 那條仔 就是我們的 艦主角 艦主角 基本上就是 他是一個 維修員 汽車維修員 他特別有個喜好就是 喜歡一些 舊東西的維修員 即是他忠情依 這些壞舊東西 因為 所謂的天使之旅 發生了之後 人類的文明 其實是半毀滅的 所以很多 我們舊世代 或者現世代 現在看到的 一些電器 其實在他們的世代 就是一些很 兇有的東西 所以舊多就專門 執拾這些東西回來 嘗試維修 沒有什麼珍貴的東西 他就在一次 搜索遺跡的時候 就真的撿到一條女兒回來 沒錯 檢私 全家產 撿到一條女兒回來 畫面 就是舊多 右邊 那個女生 白色頭髮 就是我們的女主角 洛華 這個女主角 就是身份性迷的 就是一個 就是叫做 賢士 基本上他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 整套東西 就是什麼都不懂的 他就好像不停地 你要教他做什麼 一般的賢士 是懂得做家務 煮飯 基本上是萬能的 但是 都你夢 是的 但是洛華 是完全什麼都不懂的 是的 所以就是 到底為什麼洛華 會變成一條廢柴呢 就是這個故事裡面 很值得探討的一件事 而且他是失憶 失到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他唯一好像記得自己叫洛華 不是 洛華不是他記的 洛華是他們 在電腦上看的 在電腦上讀出來 他叫洛華 OK 總之就是 他是一個比較廢的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麼廢的一個 就是廢事 當然在這個作品裡面 他後期去到 一定會解釋到 為什麼他會這麼廢 是的 還有他故事也說過 他可能是圓形賢士的其中一個 就是phototype來的 可能是 是的 好了 剛才 就 媽便妹 媽便妹 就沒有記錯了 好像叫做 Elly 跟男主角 走多是青梅竹馬的一個關係 記住 是青梅竹馬 走多對他 是完全沒有任何意思的 但是Elly 應該是對男主角起水的 你這樣說又不公平 這套東西 個個都男主角起水的 個個都濕的 個個都調一調氣 幾乎連那個黑人都 那個黑人是軟事 都可以起水的 OK 他就不停叫做 撲男主角醋 只要身邊有些其他女人在那裡埋身 基本上他就會撲醋 他同時也是一個駕駛領袖的駕駛者 戰力方面就不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沒有他不行 但是不是很強的戰力 我以為有你 沒有你不成事 OK 旁邊 右手邊是最右那個 就是他的言視 安傑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比較有趣的一個 言視角色來的 因為他會串咎Elly 就是他在一個 那個角色上面就是 他會不停 叫做 他不像工具人 他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會串咎Elly 會串咎Elly 因為裡面有很多言視 都是比較功能性的 譬如 你會講時薪的 時薪的那個 時薪的那個 我最初覺得 她是 連她樣子都像一個管家 type的角色 走出來 但是這個 Angie 是 她會 像朋友 有的 她會有時候給一些 怎樣攻略 就多 你怎樣追求她 今天穿這件泳衣 還不想爆她 你今天要穿好一點 說什麼去追求她 她經常都充斥這些很多劇情 我覺得這個 好像打那樣 沒有那麼樣版的一個言視 她的作用就是 她是朋友式 她活潑很多 相比起其他 尤其是我們女主角 女主角我經常覺得 好像吉祥物一樣 凍凍 女主角不是吉祥物嗎 我以為是 對 她就是吉祥物 透濕二集 現在畫面的下面 穿著黃色衣服 應該是劇情裡面 都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夏爾 就是男主角一次去到一間 度假的地方 遇到一個會懂得唱歌的言視 這個言視是比較有特別的 因為每一個言視 基本上是有主人的 但是她這一個 比較有特別的寸嘴 就是我要找一個屬於 我自己喜歡的人 做我的主人 所以這個是比較有個性的言視 夏爾 夏爾應該是我 我看這個作品裡面 懂得最多功能的一個言視 她有懂得煮飯 有懂得洗地 基本上是全能的一個言視 我覺得是 其他不是都懂的嗎 不是 但你看到她好像特別厲害 她特別會唱歌 其他言視是不懂的 或者沒有她那麼厲害 因為她的設定是一個歌手 而且她的設定除了是一個歌手之外 剛才也有提及過 其實她不是一個表面的 但實際上她是有其他的任務要做的 她是特務來的 Spy 是不是 間諜 可以這麼說 類似她的間諜 類似她的身份 是 這個角色 我暫時來說應該是比較喜歡的一個言視 這個言視 取得過 我之前回答你 這個言視取得過 對 樣子又好 又會打點家頭細母 還會Frag 唯一一個言視是會Frag 相當出色 現在畫面見到的就是我們男主角的一個大哥 大哥 大哥 我寫一個名字 時生 他是大哥 大哥的任務就是 基本上就是看著一條男子 就是看著阿周多的 就是 你不承認啊 讓我來吧 你不要死定 基本上他是一個大哥的角色 因為他最初 阿周多來到這個城鎮的時候 就只有阿時生肯收留他 我想 阿周多跟時生本身幾個關係 就是 時生是陳皓臨 如果阿周多就只是包皮 哈哈哈哈 但是 隨著故事的推進 其實阿周多是成長到變了生雞 就可以跟阿時生拍照 我一開始以為時生是主角 我覺得他不像主角 你見到誰撿到這條女子 就知道誰是主角 你開波30秒 就見到他撿到這條女子 就知道誰是主角 那也是的 但是 怎麼說呢 角色的吸引力 我覺得時生是高一點 阿里奇通常都是吸引一點的 也對 就是阿里奇 你有沒有看《鐵血》 沒有 阿里奇 阿里奇 三日月是沒有個性的 阿里奇 就是吸引一點 通常阿里奇都是吸引一點的 但是 我一開始 其實都覺得他們的partnership 都在 我去拿機 你去做機 那 很好 那 其實我不是 因為他沒有什麼前置故事 去講這兩個人的關係 他去到很後期 才有一點點回想 就說 我當年就撿了你 然後就很疼你 就當你是弟弟 那你竟然有一天 已經成長了 對於哥哥的過份保護 有點內疚 那 他沒有開始 講清楚他的感情 我就覺得 喂 你們本身都拍得不錯 那 阿咒多 拿零咎的動機是怎樣 我又 最初看的時候 是覺得有點突厚 我不是很明白 我不是很明白 那他拿零咎有什麼問題 是吧 我其實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麼想做飄迫者 是為了什麼 阿咒 他老爸老母 阿咒 他老爸老母就是要為了找那個神秘的城市 阿咒 總共做不做飄迫者的關係 你 原來是在一個倉裡面維修的 在格拉夫維修的 你是飄迫者才有機會出去探險的 阿咒 我也是這樣 你 你有沒有見過我汽車維修 原來在一邊 那邊開車一邊維修 沒有的 因為我看完 我覺得飄迫者 就好像我打Monster Hunter那些獵人 他是武裝的 摺一下任務 採集一下素材 維護一下和平 這樣 跟去不去那個地方 當我一時不太懂得分 他裡面說得很明 飄迫者是自由的 維修員不自由嗎 維修員不是很自由 維修員當然不自由 維修員 你要在格拉夫班上才做維修員 那天一個流浪的維修員 你上去弄車我幫你弄 都沒有說不行 最重要的就是 他作為一個飄迫者 他可以保護自己 作為一個維修員 他先保護不到自己 我會覺得 其實他的事情 反而還未去到不清楚 反而是 他黃度或者腦近到一個地步 他不說我都知道 我不是明明而是知道 因為我看著你這個設計 一定是這樣的 由他一開始看著他老母的照片 就看著原來是要找老爸老母的 剛才說了時辰 然後旁邊的就是管家 營營事 牧頓 他就是管家 他什麼都會跟時辰去癲一份 例如最深刻的就是 在賭場裡面 輸夠錢 要拿身上的衣服去換錢去賭 這個管家也繼續拿上衣服去賭錢 很神奇地 他是賭得贏 他是有贏錢的 他玩老虎機 他是拿電波去感應部機 會開什麼才會賭錢 那當然是贏了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那個世界會有窮人 但問題是為什麼那些賭場還會周閉 這件事情是不明白的 那旁邊就是這個 我覺得是七足十二集的一個搞笑角色 就是麥可 基本上他是這個城鎮裡面的第二小隊的隊長 我忘記了他 就是攻擊小隊裡面的隊長 他跟時薪的關係就是 他跟時薪的關係就是 大家會互相串取 鬥來鬥去 其實他想寫到大家都是好朋友 其實你當他們是屬於他們住的那個巢穴的 就是隊長A跟隊長B的兩個隊長 所以飛虎隊隊隊A跟飛虎隊隊B一定會鬥 還有他們是競爭對手 就是所謂的真的競爭對手 所以飛虎隊隊隊A跟隊長B 他們會去搶結晶 那他們那種搶結晶 他們不會硬在手上搶對方的結晶 對 大家會鬥快鬥多 對 鬥快鬥多 對 鬥大球 對 鬥漂亮鬥快鬥多 對 然後這個隊長裡面也叫做黑人的一個現實 就叫做阿波 這個角色印象不算深刻也沒有什麼特別描寫 他只可以說是 我覺得他是最搞笑的現實 他有一個one link gap 他喜歡記述Michael那些事跡 他還說得很精準 你幾多月幾多年之前 他炒了隊長 他經常在那邊說 但我覺得那個get是 他真的玩得太多 他最後覺得最好笑的是 原來開估了Michael是富家子弟 家裡有四個一模一樣樣的阿波 一波 二波 三波 四波 我覺得這遊戲是最好笑的 這幾個角色都是主角身邊的一些比較重要的人 這個必定要講的就是Maria 這套作品裡面基本上她是維修擔當的一個角色 找什麼東西她都是會弄和弄得到的 她同時也是剛才我們看到的媽邊妹的姐姐 但我完全覺得這兩套作品好像沒有寫兩姐妹的感覺 那完全不像姐妹 完全不像 講一下這兩個角色 現在畫面看到的這個比較大的角色 大波女人 叫做克魯提亞 這個角色其實我個人覺得是順上你狠狗男主角的邪惡 她是狠狗男主角的一個可以前期叫做 怎麼說呢 這個角色叫做 你講那麼多仆街都出來派服務 沒有用的這個角色 有用的她是狠狗男主角 告訴你女人是不好靠的 她想營造到那些很美女 但是心計經常跳來跳去的 鎮型經常改變的 她就想到了 如果老邦三世她就是封不義止 就是封不義止 她旁邊那個就是她的現視 符蘭 沒錯是幼幼 你期待的東西就是幼幼 我期待的東西就是你看這套東西的重點 你看這套東西的重點 你看看這套東西的重點 你看看這套東西的重點 這個幼幼了 她是軟視一下 但是她實際上她的外表跟她的說話 是完全不正比的 我覺得這套女是 因為她是叫做 她這個角色永遠就好像 像一個大姐姐去寸咎 寸咎其他軟視 什麼你不懂的嗎 你不懂什麼必殺技的嗎 她是有這種狀態的 是嗎 我覺得她是林明禎來的 她經常說話是蝶子 對 我有印象就是蝶子 她會叫奏奏樂樂 她還未跟你說日文真的很難難 她還未這樣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沒什麼特別 那派出復食所我都預備了 她認識一支很厲害的必殺技 後來大活動是靠她這招來解決的 對 她可以像噴火龍一樣噴火 對 必殺技 基本上每一個言善都 理論上是有必殺技的 她懂不懂用 是否啟發到 為什麼夏娃兒會知道大波女人 遊戲二十年前已經有出場 遊戲還未出場 因為她說她的年紀是 她說她做了很久 對 所以說是二十年前 遊戲還未出場 對 為什麼她說大波女人 遊戲二十年前已經有出場 是否這些遊戲已經預告了 可能是 噢 現在說完這兩個人 就是在動畫中現身的兩個角色 現在畫面看到的男主角 就是遊戲裡面的男主角 應該是沒有解釋過為什麼她不怕毒雨 因為我們沒有玩這遊戲 所以我們不知道她為什麼不怕毒雨 至於現在這女主角呢 是那隻遊戲的女主角的現實 好像叫做Ada 對 沒錯 因為這遊戲叫做愛達之國 所以其實是女主角的Ada 應該都是跟 總之也是圓形現實 但是在動畫中 她就出現了一集多一點 那就退了一場 但其實我覺得她跟洛威有點太像 可能就是圓形現實 還是這樣的樣子 怎麼會呢 有得出招就是圓形現實 又有得是圓形現實 然後面具佬那隻也是圓形現實 那他們也有得出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洛威和Ada就特別像樣子 主角 這個就是整部動畫裡面 整部動畫裡面 最怕的角色 面具佬 她真的叫面具男 我們沒有特別幫她 因為這部電影是去到 Season 2 她才會說自己叫什麼名字 第一季還沒有說什麼 第一季還沒有說 第一季還沒有說 因為她喜歡在暗的地方開會那個大佬 就是派她 夏二出的那個人 有叫她的名字 我記得 總之她叫面具男 是整部動畫裡面最怕的角色 因為她出場 看機人回來 其實不是機人回來 動畫其實都已經是 機人回來特別是 帶面具出來的角色 一定是特別厲害的 然後她帶著面具走出來 然後她馬上會奏一些古典音樂 為什麼天哥 除了鐵血的故意 不是啊 都特別厲害 Garry河不是特別厲害 不是朱古力特別厲害 Garry河特別厲害 你不要打算帶到我 通常是面具男 通常是神秘高手 然後她出來 會奏古典音樂 立刻在拉蕭泰琴 但是她說的對白 全部都昂糕 她第一次出場 就是跟男主角在雞鬥裡見面 然後她在等著去見余燕姑娘 然後她就跟無緣無故出場 很帥 她坐在那裡 然後你第一次去叫雞 林主角 林主角 扭朗靈靈的樣子 就是你也是主男 我也是啊 原來這傢伙是驚覺 過了兩週她在賭場裡見到她 然後 你也是第一次來賭白家樂 是啊 我完全不懂得規矩 我也是啊 王主角這傢伙出來搞笑 記住她是很認真的樣子 很認真的說法 總之很認真的 很認真的 很認真的 這樣說我們是第一次 還要是後面繼續保持著她那種小提琴古典音樂 我覺得這傢伙出來是蠻好笑的 雖然她之後就交代 其實原來她應該是 雖然她暫時當是這套東西的BOSS 派出來的兩個間諜的其中一個 她旁邊就跟著了一隻賢士 忘記了她的賢士叫什麼名字 我都不記得 好像叫白雪 是白雪 但是這個賢士是沒有做什麼的 她只站在旁邊 但是不要緊 你來遠看就知道她是雪女 所以她就冰 我覺得這套東西很簡單 所以為什麼說她那種 屬性 屬性的味道 或是她奉合的那種味道 就是她走出來 我知道 我知道你會怎樣玩 總之就是面具男 相信她之後都會脫面具 但至少她有面具 我最初就看到 你真的看到東西嗎 這是我最初很有疑問的一個問號 但我覺得她 我沒有想過她出來搞笑 你不應該擦人手面具人 看不看到東西 OK的 她這個是眼罩來的 像是在飛機上 你想睡覺的那個 但她真的叫面具男 科技進步 未來有 現在也有Vision Pro 那些我比較喜歡的機械人 又有機械人 機械人 沒有幼幼 你 那次我回YPL 突然間DK版圖 浪出那一刻 我回YPL 跟他們錄音說開 然後說要看這套 然後DK選的 我說是 這個比例的機械人DK真的很喜歡 身比較大 手短腳短 上次《新月之戰》也是 然後《魔醒龍轉》也很喜歡 《魔棟王》也很喜歡 《魔棟王》也很喜歡 有什麼Picco 有什麼吸引 又有 《世界貓》的遊戲是差不多 英大戰 《英大戰》 《光武》 我們剛才說過 基本上只有這幾部 我個人 其實畫面的現在 順著 上面左邊那部就是 男主角那部 《鬼怪》 八股戰鬼 八股戰鬼 然後這部旁邊的就是綠色和紫色的那部就是阿咒的那部 不知道什麼毒 不知道什麼東西 總之是那個毒字 現在畫面黃色的那部就是那條 賣片妹 現在黑色那部就是大寶妹的那部 大寶忍者 剛才你說這部很有縫合秀的 很多作品影子 我是很認同的 因為你看到奏多那部機 不是時薩 是時薩 時薩那部機第一眼就想到Ever 初號機 那種配色是很初號機的 至於奏多那部 那種感覺就是白色為主色 我第一個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是Marcos的Fan 其實它的頭部的位置是有點像VF1那類 至於它變成後期型之後 換了裝備之後 我覺得那個感覺就是更加像Marcos 我覺得這套作品的機體 它不差的 但是不會令到我覺得很想買 你明明是買了 講經嗎 講這些 現在這部 整個都 掉了一張圖 玩具的東西 其實每一隻我都不太想買 很認真的 你跑掉了 天哥 跑掉了 沒有人想知道 回去買你的玩具 現在這部 就是阿面具佬那部機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看到它出現的時候 我就是第一個 肯定是獨角獸 高達獨角獸 你想起獨角獸嗎 是啊 我想起Gundam W 紅色和藍色那部 瑪利古里斯和華爾 竟然 我想起Deep Striper Gundam Sentinel裡面那部 最後那部 Deep Striper 為什麼我會想起 因為它有一束大炮 就是位置那一束大炮 然後它後面 不是有三個圈圈 就是瑪利古里斯的電磁盾 你說如果真的比較像 是 永夜湖那隻 五星物語裡面 最強幻象 某個模式 都是有點像 但是譬如 Trek Wom 鄭岡生都說 他是想起RX0 就是獨了手 Unicorn RX0 你會好像找到其他作品的 一些機體的影子 他們的玩法 其實駕駛員就在頭頂 或者正面跳進駕駛艙 背部就有另一個副駕駛艙 是延視跳進去的 然後延視跳進去之後 就會有一個全式影像 就在駕駛艙裡 幫忙和主角一起 即是和駕駛員一起操控 零咎 我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就是它坐在兩個不同的空間 但是就強行做一個全式影像給它 接著你見到駕駛員就很努力 握著一些控制缸 在打 然後其實延視就站在旁邊 是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然後叫它幫忙瞄準 它就閉上眼睛 然後就好像忌拉 有眼睛 我已經瞄準好了 然後就開槍 其實它應該的功用就是一個AI 幫你調整 你後面四點鐘方位 有些終結者 你搞定它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雷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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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這個窩倫真壓 然後就按下去 大致上就是一個這樣的設計 然後 然後 圓形延視 就會 能夠再使出一個所謂的延視絕技 即是你當作超必 超必 就是延視的全式影像 就會透過機體 就飛了出一個機體 然後就突然好像放魔法 那裡就無視所有物理 或者一些機設的所有東西 總之就突然爆出來 這樣就贏了 這個感覺 它出這招的時候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像這個ATTERN A 月光碟 我的感覺 是的 這套作品 我自己覺得 我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 又有 不是 就是 誰去研發 這個 延視 延視 為什麼是誰去研製出來 那延視是什麼 它是幫助人類的工具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批延視出現 還有 為什麼 就多要去 就是 除了為了父母 要找父母 找那個地方 才要做 或者 但是 我真的很想知道 為什麼這套戲很多 就是這套作品 有新月之旅 剛才有講過 那終結者是怎麼來的 劇情需要生出來的 我自己這麼大 到底會不會有外星生物 那些什麼 就是 我會吸引我去想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些 剛才我所說的問號 我反而覺得關於環保事 環保 就是 又宣語又這樣那樣 然後地球就不知怎樣 產生了一些 那樣的樣子 就是我的惡魔那些 就是這樣 你沒有看我的惡魔 那裡產生了一些怪獸 我覺得反而會近這方面多些 多過外星人 嗯 我覺得都是外星人 就是他類似 什麼打Core 那些外星人要死 那時候打Core 那他又有些好像 召喚這樣的 存在 我覺得住外星人多些 是 那TeacherMan就留言 我們覺得那個主世界觀點 覺得很棒 尤其是食物 那食物是有些有趣的 因為他們吃的食物 因為他們吃的食物 是片出來的 全部都是四四方方 不是 他是說他是有新鮮的食物 不過是很貴 還有有點難找的 對 不知道一條香蕉要八十萬 我大學記得 一鎖 一鎖 總之很貴 總之很貴 他還說 Elly一定很喜歡吃蕉 讓我請他吃蕉 免費的蕉 但他們很喜歡吃那些 他們菲律賓那些 我也是有趣的 無論是壽司 還是飯 都是菲律賓出來 其實我沒有什麼 如果你去那些 那些很低檔次的 那些 那些 他們的壽司 都是拿幾盒出來 都是蕉蕉 哈哈哈哈 是啊 他們那些都是立體的 很低檔次的 我真的有四 我有一個朋友 他每次 他每次 我每次叫他 因為都年紀大 你吃脂肪多的東西 不如吃那些貴的東西 不如吃那家旺角百多元的韓燒 你可不可以 不要把那些垃圾放進你的蜆嘴裡 是啊 但是他堅持 不如不吃這個吃什麼 那是值得嘛 我先說髒話 我覺得 大家 特別特別 如果你跟他約出來吃飯 你對我的朋友 每個人的經濟能力都OK 三個多歲 一個頭的燒烤 正正常常都起碼 我一聽到那些低價韓燒 我真的要撲馬來講 真的 真的不好識 哈哈哈哈 那些壽司 那些沒有壽司的 他有一些三文魚生 他不停拍我 那些很重 OK的那些 聽眾都說 20他還可以捱這些 平價韓燒 40他就不行了 哈哈 30我都不可以了 已經 那 世界觀我覺得 其實他 一如我所說 我覺得他的記事感很重 整套的記事感都非常重 我不會覺得他很差 又 其實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輕鬆鬆 但子豐 我開始以為他可能會沉重一點 但是看了兩三話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都輕鬆鬆 都是搞笑 賣一下鹽花 搞少許服務 哪怕去到最後 第一季的Final Battle 他講到很危險 什麼銀色風暴 其實就很奇怪 有兩座塔 就會衝過來 他們要同一時間 打爆兩座塔的核心 然後兩座塔的核心 爆了之後 就產生了第三個核心出來 還要打爆第三個核心 那你覺得好像 打到生死戰 之前有幾個shelter 已經被人滅了 好像是全滅 這樣嘛 對 打不贏就陷入球產 你覺得打過程 其實他中間還有位置 讓他們放一些消耗位置 整件事其實 我覺得緊張感不夠 輕鬆是有餘的 所以我看起來 多輕鬆鬆就還好 因為他人切不差 哪怕既視感再重也好 他人切不差 可能也關既視感重的事 你看看女兒 這麼輕鬆鬆20分鐘一站 我自己看上去是還好的 只是 我有一個擔憂的是 因為第一季的尾 駱蛙就突然變成黑包 因為主角不夠打 之後 他就突然覺醒他的延事絕技 之後就變成黑皮 變成黑色頭髮 然後連性格都黑化了 本身就少說話 音聲細氣 鵪鶉 現在就變成了 在夜總會裡的那張拍子 怎樣幹呀廢柴 打你就打 他真的這樣 沒有誇大 自己開回第十一二集 來看就明白了 我唯獨是怕他之後 拆解整件事的時候 越搞事情越沉重 我覺得如果你整套玩得輕鬆鬆 就輕輕鬆鬆到尾 不要太認真 那些設定 你不就放出來 跟我說 講解完到底是怎樣搞 那些稀成轉合 那我就算了 不要搞到 又哭又聲又下雨 然後跪在地上哭 又生離死別 我覺得不要搞那麼多 輕鬆鬆打完他 變回白鵪 甚至乎 不知道怎樣 將兩個出來 起雙飛 我覺得OK 沒什麼所謂 你這樣玩 這件事 走得 輕鬆開心 我就算了 那樣 我的感覺 是他頭十二集 是一個先導 介紹一下給你看 原來之後的遊戲 圖圖 會有賭場 會有叫雞 會有打怪 會有找A0結晶 會有找A0結晶 去到十二集尾 其實是看到那個通 很明顯是有個認真故事線 因為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 好像不知想說什麼 好像一個沒什麼故事 很日記式的 紀錄 就多的經歷 我覺得前面他的原意 是想介紹一下 我們玩之後 他們的遊戲 會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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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做 去到十二集之後 就真的認真 開始寫好故事線 所以那時候 就覺醒 變成黑色天使 之前不是黑色的 白皮 白皮 白皮天使 現在就 十二集 打後 我覺得就是這個動畫的戲肉 但是因為他 他結局不變成白皮 我就死都不相信 所以他一定會變成白皮 然後 然後 時薪見到面具佬的時候 又打算過去追他 原來 不知道會不會是他哥哥那些 又突然間 那 我就是很怕你突然間 進入一些很認真的線 我覺得 你加一些恩怨關係是OK的 但是就 不要弄得太沉重 又爭產 既然你 求知這麼多 做一個動畫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一條很認真的線 跟 遊戲混合在一起 其實呢 我就認真地研究過那隻遊戲 那隻遊戲 故事線是 這個動畫的二十年前 總之 動畫的 就是動畫和遊戲的距離 是差距 有一段的差距 所以呢 你當成為遊戲的男女主角出來 用來架牆 或者是想說他 都是同一個世界 所以是這樣 好 所以我對這套的感想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 輕鬆看其實還好的 另外我們剛才開麥克風前有提過 玩具方面是大直斌 那時候官方定價是1299元 出之前好像是699元還是799元 官方是一半 出到店鋪都沒有人買 最後就是4元左右 我知道YPL的藍哥是買了超級金的 你買了什麼 我是買了一條女的SHOP 超級金我是沒想過買的 哪條女的SHOP? 老啊 這樣吧 女主角姐姐好像懂得比男主角 女主角的姐姐是指瑪莉亞 你當了Elly是女主角 我想問清楚 因為我有點好奇 女主角的定義 大家覺得 女主角當然是羅娃 有姐姐 滴滴我看漏了 還是未出場 我算了 OK 這套作品我們講到12集 但整套是有24集的 剛才聽眾在我們的留言說這套作品已經去到20集 他剛剛推完20集 泳中回好像不知道是第七還是第八回 所以想看Service就直接去看第八回 不用管你的角色關係 你還是看球 你不要跟我說 所以就是這樣 阿諾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事情?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很Layback的看都OK 不過我覺得他有一些套路的重複 中間的幾集 中間的幾集他都是不停找不同的女人 調戲一下男主角 然後男主角就很穿木頭 有臉紅 害羞 他會很聖母的做某些事情令到女人失去 繼續去不停的套路 好像套路了幾集 中間覺得有點悶 那類主角 阿諾說 他征服每一條女的劇情都是一樣 都是女主動調戲一下你 然後你又木頭 但是後來又做些事情令到他死了水 可不可以給一些轉折 戰鬥畫面 戰鬥畫面 你來怎麼看? 戰鬥畫面 除了第十次集的大戰之外 其他戰鬥我是不是很喜好的 因為我覺得打得是有點... 即是... 他的3D 他有沒有像我們之前看的3D動畫 好像突然會弄影影 其實OK 他的動作是... 但是我覺得他打得... 不... 不正常 因為他通常都是跟那些... 終結者怪獸打 我覺得有些難辨認 特別是... 即是叫做... 畫面太多戰鬥的時候 即是... 我一時之間看不到到底是哪些... 即是到底... 因為有... 其他有些機器呢 都是黑黑的 灰灰的 那樣子 即是那些契弟呢 還有那些終結者也是黑色的 你現在不是說有火龍嗎? 那些遁者全部都是灰灰黑的 不然是啦 你這樣陰我 即是我覺得是有點不清楚的 我自己覺得那些戰鬥畫面呢 我覺得有些...怎麼說呢 有些兩極啊 因為他本身呢 他... 基礎的裝備是... 突擊步槍嘛 機關槍而已 接著可能會放一些鎖鏈啊 我知其他那些東西 那是打... 那是... 我覺得比較平實的 但是你突然間一個賢者 絕技呢 就... 變成了魔法呢 那我就覺得有些... 怪怪的感覺 你本身有跟我打一些... 比較現實的軍武 但原來那些超必呢 是... 違反所有物理啊 是魔法來的 那他... 都是很符合對日本機鬥遊戲的...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我反而... 因為其實是比較少的 日本他通常分開... 分得比較開一點的 即是你現實就現實 是超級的 即是你見新月之戰 他不會... 他不會跟你... 講... 講物理講邏輯的嘛 總之... 畫面有這麼花 那些東西有這麼密的 那個波... 能量球在哪裡 有這麼大也有這麼大 這樣就算了嘛 但是這裡他本身 拿機關槍啊 每下每下都在射啊 然後還要走位的嘛 那種感覺就是... 你覺得他是應該用軍備的 裝甲騎兵的Fan 突然之間你無端端 叫了一部機器 會出波動拳 你都覺得... 啊...怎麼搞的呢 你想想那個shelter 即是那個維修的shelter 被人炒氣之前 什麼廢氣場被人炒氣之前 那兩條人不是故意 為白骨戰鬼 做了兩個新的裝備嗎 是 又有個飛鏢還是齒輪 飛出去 飛鏢 然後還有一隻角 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搞那麼多東西 人家一個賢者絕技 是地圖炮來的 即是你突然間做個齒輪 被我擺爛 被我看著師傅 對呀 那我就會覺得... 很大技要弄的嘛 那你就用小技先咯 是是 但是... 但我覺得是... 不知為什麼呢 是... 他們每個都用豆豆槍 很... 即是... 你前度動畫 展示一下機體 可能... 我期待可能有其他不同派系的攻擊模式 但他好像全部都是豆豆槍 即是後面12集那個大Event 然後裝了把刀在他的手上 已經是最特別的攻擊方法 豆豆槍 其實... 你問我如果玩一隻遊戲 我都覺得有點悶 哦... 那... 又還好啦 即是因為你... 其實如果你真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他有點奇怪 就是... 譬如你看Marcos 他們都是玩豆豆槍 還有在... 大腿... 即是腳的外側方... 飛彈 其實他沒有其他武器 Marcos 那... 那... 就是很軍武 那件事 對了 然後... 你要玩的話 大家的配備很標準 來來去都是那些東西的 一把軍刀 一支豆豆槍 那可能你會特別一點 這個有條邊 那條有個鐵鏈 那樣 但是你突然間又... 原來這個會放魔法的 那... 我覺得這隻遊戲 我覺得它要放不同的角色 你都用的話 它有個標準配備 那件事大家可能就是看技術 但是突然間 原來這個可以放魔法 如果有個... 可以換角色 而是不會放魔法 它是沒有人用的 那我就會... 不是很理解它的戰鬥 整個平衡 整個平衡 到底它是怎樣定 其實看起來 我沒有什麼的 看的時候沒有什麼的 但是... 看完我再想 那... 剛才打得這麼辛苦 為什麼呢 一開始叫它放那招大絕 所以我覺得可能這隻遊戲是純粹PVE的嘛 但是我告訴你 你放心 這隻遊戲是一堆定 不好玩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它不會有PVP 那你鬥派出大技就贏了 那應該是PVE 或是朋友 這隻遊戲無論有這些東西 都...有沒有這些東西 都肯定不會玩的 那是Bandai出的遊戲 Bandai出的遊戲肯定不會玩的 特別是... 它所謂的... 這是一個project 就是動畫 總之就是這個世界的奇異 原本是一個project 其實它不是動畫先導的 它本身是遊戲先出的嘛 但是現在變了 反過來 其實它的原生想法是出了一隻遊戲 當你看到動畫的時候 你玩過一隻遊戲 就會發覺第九集是小彩蛋 遊戲的主角醃醃醃走出來 粉絲就是打飛機 喔喔喔主角出來了 所以我有個感覺是這個動畫 好像你打爆機 然後unlock了一些資料片 按出來看的那些片段 有一點像的 就是after credit的那些 後日談 Digerman說Bandai出品必熟品 當然一定是 我對於這隻遊戲出了 我會看別人的打機的影片 看了劇情上 當打爆機算了 我完全沒有興趣玩這隻遊戲 大家要記住這一句 我覺得到時DK就會買遊戲 才會開直播 慘了 我買FF75 到時你就玩 連FF75就玩 這陣子沒有遊戲玩 就說這陣子沒有遊戲玩 就買著這隻 你又珠希 到底這隻遊戲 到底這套作品 會不會有遊戲 動畫以外 我想它想 但未必有 好啦 還有沒有關於這套作品的分享 沒有啦 回去看下半季 我自己有空就 那是不是要開下半季 先看心理平衡 好啦 因為說起看下半季 我必須要說 我看這套作品 是困難重重的 為什麼呢 話說 當天它推出這套作品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有幾個人 我就留意了 然後 我習慣了 其實我會下載每一季的動畫 當然不是每一套都下載了 我會下載的 不要緊 沒有就算差數 我有Dissipus 那電梯哥說要做 那我就 唯有開來看 其實我早兩個星期就開始準備看這套 因為那時候做的作品都是講漫畫 還有早兩個星期就播集罐頭 那星期其實沒有東西看 所以我打算提早開始看這套 公司吃飯 想Dissipus 按到期以現半 播來看 很開心吃飯看 我看了兩分鐘 我看著 為什麼這套女生是蒙的 我看著 為什麼這套女生是蒙的 是不是打得太多飛機呢 為什麼這套女生是蒙的 然後 我看著 不然是 我下載了 那我就馬上去Dive 拉回其中一集 左邊一個蒙 公司兩個蒙 左邊一個蒙 右邊一個蒙 開同一集 一起播 第一集 我看著 老花那套女生是清的 那套女生是蒙的 然後我就 去Google 那套女生是蒙的 原來Dissipus她的老媽 臭氣 用電腦播是只有720p的 那 即是用電腦播 對 那我看著 那我這些傢伙用browser 播720p 傢伙沒有人權 對 不要緊 那些視頻出了一隻Windows的 apps 好 下載了app 哇 都是720p 噢 你老母 好 不要緊 電腦這些沒有人權的傢伙 現在沒有人用電腦的 傻子才用電腦的 電話 有一個app的 開來看 你有沒有轉換的 就行了 下載還是坐車看 下載完坐車一開出來 720p 混蛋我串流下載1080的 下載了720p 我搞了很長時間 最後為什麼我會看得到 高清版呢 很混蛋在Mellman 夾下載了 再繼續做 我看著 我明明有Dissipus 我給了錢 裝了連命 我要下載了1080 你老母 臭氣 我也是用電腦看的 但我沒有這個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 你2024年 我看著你 給我720p 狗都不亂了 你是正版 正版受害者 對 然後 然後 因為我看Mellman 我看了5分鐘之後 我發覺是糟糕 她的畫面清 然後所有的都沒有問題 她的翻譯和官方的翻譯不同 因為我看了2分鐘 我知道主角是叫做宙多 糟糕 Mellman的翻譯是翻譯了一個比方 即是 比項島的比方 所以我之後就 就糟糕了 我要在Dissipus 上 插入字幕 塞進去Mellman的影片 我才能夠看到一個1080 然後 但是 官方的字幕 是對的 而問題是 我只是看到官方的字幕 而已 字幕將是翻譯得好 比Dissipus 今次就糟糕了 你撿了他 迪士尼 混蛋 你知道什麼是文法嗎 搞不糟糕 但我想問 你看過字幕組 是否主要翻譯到090 不是 我記得他叫了另一個名字 但因為我做節目的時候 有太多名字 所以我盡量skip了他 至於為什麼我會發覺到 字幕組翻譯得比官方更好呢 我特別記得兩段 第一段就是 那個 大佬出來和麵具套在說話的時候 他就說 他們發現了這個 什麼 關鍵言事 好像叫關鍵言事 然後 不是說了很大段 那一段 那一段 中文是看得到想死的 然後 我受不了 我看著 看字幕組怎麼翻譯 字幕組可以通信 然後 另一段就是 最後 洛娃變成黑洛娃那段 他不是叫自己做什麼 奧秘士 奧秘士 我一開始以為奧秘士 是一些什麼的 特意 特別惹 新的東西 原來是他的名字 然後收回 title 原來是他的名字 我看著 我屌你個黑洛娃 我看著 字幕組 至少是 改了一個 比較像女生的名字 給他 那兩段 對白 都是看字幕組 很難過看你 迪士尼 迪士尼他也很奇怪 他經常說 奧秘士 現在想睡覺 奧秘士 現在想什麼什麼 我以為是他的名字 我看著迪士尼 你拍的電影 全部都女權 找到醜樣子的人來做 我都算了 我真是生氣 但你連做app 我都不能說 你迪士尼plus 我一開頭 他一出來就在戲 然後我一看的時候 我看著 你的字幕是驗眼的 我真的想知道 有沒有人看迪士尼plus 是可以不進去設定 把字幕調成150%或200% 容易看得到的字幕 100%的字幕 是驗眼的 你應該是遮住一邊 上下左右的 然後 那些字幕的字型又醜 又小 又要調整這條路 我都算了 你亦還要差 而且畫面有蒙 你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我看得很生氣 然後我明明是早兩個星期 開始準備的 我為了要找高清的片員 以及 蓋上一些字幕 搞得了我整個星期 我看著我 屌它 但是我覺得 歷史尼是歧視 你是不是用Windows 是 但是用Macbook看 是沒有你 除了譯得不好 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開心使用 但是因為我看的 上網Google 它說 為什麼用電腦看得720p 是關乎到一種電腦解碼的技術 那Support Windows 和Apple 應該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的 我不知道 我一看是清的 我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因為我用電視看的 但是Netflix有一樣問題 如果你用Chrome card Netflix 是比較猛的 用Edge 和Safari是比較清的 是的 但是我在Netflix 面對的那個問題 我覺得沒有Disney Plus 那麼嚴重 特別是我之前看的 我還能接受到的 但是這次 大家真的可以 一開來看看 你只是看看 諾威一開始 頭兩分鐘 被人睡 在教堂那裡睡了 那一幕 他那邊是蒙的 癡膠線 我一開始真的是 我是不是打了太多飛機 真的 很生氣 還有沒有 對這個迪士尼 還有沒有什麼怨恨 撿了他 好嗎 沒有 不想到他獻世人家產 就是這樣 好 衰發如人有沒有好一點 沒有 因為還在付錢 哈哈 還有我會付下去 我又不會減的 但是 真的很生氣 對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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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Sunny已經暫時爆了一段她的怨恨 至於我還會不會逼Sunny 繼續背後看你 不是 你說我看 OK 我希望我不想你這麼辛苦 你說起 我 就是 吵開不爭就是吵其他主持 吵她的老母臭 是我本身打算不肯做今集的 哈哈 我本身打算休息一下 哈哈 沒有人做 我看著 集集節目都是這樣 吵你 是 天佑要出來 你做是應份 哈哈 首先下集我會做的 還有 不要說動畫 大哥 動畫我受不了 我怕下集 阿波不是 卡爾好像也會做 看看怎樣 這集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下集當然繼續有我們獨漫廢物 下一個星期的題目 是阿天喜歡的漫畫 奶木版太郎的漫畫 夏木的結婚對象 下個星期的節目試鏈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